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虚灵六 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课程是文字工具的第二集 如果我第一集还没看过的话 建议各位同学先看完第一集再来看第二集哦 第二节内容主要是在针对路径文字工具 如果使用了路径文字工具 之后想要修改方向 例如朝外的文字要如何朝内呢 以及使用了路径文字工具后 要如何修改文字的起点 在今天的课程都会一起分享给你们哦 首先呢我们先看画面中的范例 我先用个圆形的线来做区分 可以看到线的上面也就是线的外面 它是有文字的 以及线的里面是有文字的 我们把线取消掉以后 点选这个套用路径文字的物件 可以看到文字是在这个节点路径的上面哦 那我点选右边这个物件的时候可以看到 文字是在节点路径的里面 通常做出来的文字都是朝外的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朝内的话要如何修改呢 首先将滑鼠移到工具列 我们选择椭圆形工具 我先简单绘制一个圆形 接下来工具列 区域文字工具 游标会看到这个符号 我们移到原本的圆形物件上面 按下滑鼠左键按下去 你可以输入你要的文字 通常那一键就会是长这样子 文字会在圆形的物件上面 这个文字呢是在圆形的里面 要如何进行修改呢 只要将滑鼠移到工具列 在文字的选项快速的点选两下 它就会出现路径文字选项 浴湿的地方打勾 对齐路径这里 它原本内建的选项呢是基线 我们现在选择文字上缘 文字会跑到里面去咯 那里面的各个选项呢 同学都可以练习点点看 就会发现其中的不一样地方 那翻转这个选项也是可以用的 那主要差异呢是在 原本起点文字式 套用路径文字工具这里 我如果选择文字上缘 它是直接掉下来 一样的位置掉下来 我先还原 那如果我选择翻转的话呢 它会变到下面这里 刚刚是顺时针的方向念 现在会变成逆时针的方向 套用路径文字 就看各位同学想要哪一种效果 如果你今天是要修改这个套用文字的物件 一定要先用黑色箭头 确定有选取起来 再点选这边两下 它才可以进行修改哦 如果你今天是没有选取这个物件的状态下 我点选空白处 让节点消失 我一样点选工具列的文字工具 点选两下 它是没有反应的哦 所以呢 请务必各位同学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今天是要修改这个物件 一定要先用黑色箭头选取 确定节点有产生 你再去点选工具列的文字工具 快速的点选两下 就可以进行修改哦 如果今天我要修改套用文字工具 文字的起点要如何修改呢 我们先假设今天文案就只有这个样子 你发现你的文字感觉头重脚轻 你想要左右比较平衡的话 圆形最简单的方式 当然就是直接点选圆形物件 然后用旋转的方式 就可以了 那我先还原 但是如果今天的物件是方形的话呢 那我一样是用圆形来做示范 首先我们用黑色箭头 选取这个文字物件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里 这边有两条线 你有没有看到 当我滑鼠移到左边这条的时候 可以看到下面图示 出现左边的箭头 再一条直线 那上面呢会出现 一条直线往右边的箭头 那这两个直线呢 一个代表起点 这个是终点 那我在这里示范给各位同学看哦 你在使用黑色箭头状态下呢 你先点选上面这条直线 按住滑鼠左键按着不放 你就可以拖曳这个文字 你的文字的起点就会改变 那我先还原 文字的终点你也可以调整 一样按住滑鼠左键 按着不放 然后用脱移的方式 同学可以看到哦 你看到我上面的字 开始消失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终点设定在这里的时候 今天你的文字 不管打得再多 到达终点这位置 后面字就会隐藏起来了哦 那如果这样修改 你觉得OK了 你就可以点选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那今天分享的套用路径文字工具的修改方式 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哦 如果喜欢 请影片按个喜欢把面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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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观看